你是有事嗎? 都花了錢買人臉電視辯職鎖 回去還要跳恰恰 你以為你買跳舞機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Key組長 今天為各位介紹這台鎖是 VOC推拉式手把最頂級的款式 VOC的GSF電視鎖 總共有8種功能組合 指紋、密碼、鑰匙、卡片、人臉、臉網 還有一個門鈴功能 外觀的部分採用的是IML製程 也就是說當我們平常沒有使用的時候 密碼不會呈現在外面讓我們看得到 必須要觸發面板的時候才會出現密碼的提示 平常在使用的時候不會有指紋的沾黏 如果你的手上髒髒的 它不容易殘留在面板上面 對於喜歡整齊或者有強迫症的人 我想它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我現在這個位置 它屬於大門的外面 它採用的是16度的一個黃金仰角 在我們在操作使用的時候 它是能夠更直覺更舒服的 操作到上面的密碼或者是指紋 有些朋友買人臉電子索回去之後 他會發現人臉不容易喚醒 又或者是說你必須要在門鎖的前後做移動 它才有辦法進行辨識或者是偵測 那目前VOC全新改版的第二代 GSF 它有著紅外線以及雷達的搭配運用 紅外線的話 它是平常可以做補光 又或者感應偵測 它有節電的功能 雷達的話來補強它的 細微動作 如果我今天要回家 是一個行手的大動作 紅外線能夠辨識到我沒有錯 但如果 我們要回家的時候 我們可能是從側邊切進來 並沒有一個大幅度的移動 這時候紅外線偵測的電子索 它就會辨識不到我 所以說紅外線的節電感測 搭配雷達的微動捕桌 是目前 最強最強的電子索 目前這台GSF的人臉辨識距離 是可以做調整的 一般市售上的都無法調整 就是固定距離 那固定距離 會有一個缺點就是說 當你沒有使用正確的使用方式 你很有可能感應不到 假設說人臉辨識距離是100公分 屋主要回家的時候 他必須要先接觸這個100公分 並且有大幅度移動的一個感覺 讓紅外線去做偵測 那如果說 今天屋主 他不是從這邊正面回來 也不是大幅度的移動 他可能是從旁邊走到走過來 在這100公分以內 他側切進來 這時候 人臉辨識者他可能就不會喚醒 主要原因是因為他 就是用紅外線去做偵測辨識 那相較於GSF就不一樣 如果你今天使用的是GSF 只要是微動偵測 他就可以利用雷達做捕桌 不需要是一個大幅度晃動 密碼的部分 喚醒之後 輸入123456 按緊字鍵 這樣就可以完成開門 本身主機會有一組密碼 如果你要使用到多組的密碼 你可以使用 APP的功能 去增添更多組密碼 可以針對單一位使用者 為他特別設立 他容易記住的號碼 一旦時間到之後 就不見了 開門的部分 可以做防偷窺 也就是說 當我有朋友要到我家的時候 我的人臉我的指紋刷不開的時候 我要選擇使用密碼 我們來測試一下 123456 按緊字鍵 這是我的開門密碼 這時候我 先亂按 亂按的同時 他基本上已經忘記你按幾號了 好接著我要輸入正確的 123456 再亂按 然後 按緊字鍵 開門 我現在這個動作是號碼藏在 中段的部分 只要這段密碼123456 放在一起 不要拆開 他就可以感應偵測的到 在 面板的這個地方 這邊有一個卡的一個小圖示 你只需要把你設定好的卡片 靠上去之後就可以進行開門 那我們來做一個測試 拿起你的卡片 這樣就開了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使用原廠卡片 因為原廠卡片 它的一個 射程的距離比較遠 也就是說我大概靠 靠上去大概一兩公分左右 他就可以 辨識 做開門 如果你買的是副廠的卡片 他的感應距離可能會稍微短一點 使用起來就沒有那麼順手 那通常我們的卡片 平時也不需要帶在身上 我們只需要把它設定好 客人等級的卡片 丟在家裡的 玄關鞋櫃上面 當作 臨時的備用鑰匙 給臨時的訪客或親戚 做臨時的開門使用就可以了 指輪的部分 他有陶瓷紋做保護 如果是一般我們 手提包包 不小心的碰撞 他是不會爆裂 他還是有基礎防護的程度 在做開門的時候 指紋放上來 不需要做任何動作 只要放指紋就好 當指紋一旦刷開的時候 你的門 會呈現一個 整個鬆開的感覺 你不需要對他進行推 又或者是拉 記得鑰匙一定是要放在戶外的安全處 提供 緊急救援 做使用 以備不時之需 他就好像汽車的備胎一樣 平時沒有爆胎 是用不到輪胎的 所以說 鑰匙維持原廠 給的支數就好 不需要額外做備份 因為平時他用不到 是在 最壞的情況下 才會去 拿他來做緊急開門 那如果今天 電子索它不是損壞 單純只是沒有電的情況下 你會有兩種開門方式 第一個是用 Tab C的接頭 是目前現在 比較新的 新式的接頭 第二個 你可以利用 你的手機 我們大概 中高階 位階以上的手機 他是會有一個 反向供電 當我開啟反向 充電的時候 對這個部位擺著 就會針對沒有電的電子索 來進行臨時的供電 靠上去之後 臨時供電 這時候輸入解鎖方式 就可以進入了 側邊鎖體的部分 採用的是304不鏽鋼 大鎖體 不管你是防火防暴門 或是比較厚重的門片 都很適用 數字面板上方 這邊會有個門鈴的圖案 當你點擊下去之後 他會近端的聲響 提醒家中的成員 也會發送一個 遠端的通知 App 到有 下載App的家庭成員 讓他們知道 你有 朋友要來了 上面有個按鈕往下壓 當你壓的時候他就彈開 彈開之後 裡面會有一個小板塊 這個東西是什麼 他是一個 離電池 充電方式 用Tab C 這邊有Tab C的接頭 在使用這個電池的時候 記得幫我三件事情不要做 第一件事情 不能摔到 第二件事情 不可以碰到水 第三件事情 你一定要使用 2A 或者以下的充電頭 去進行充電 因為一般離電池 其實 你只需要用一般的充電 就好 不用用快充 因為如果你用使用快充充頭的話 你很有可能 電充不進去 甚至於把離電池給充壞 都有可能 歡迎起動 那這個區塊 他是聯網模組 平時不要動他 他是隱藏在主機裡面的 他不像一般的電子手 他有個很像電紋箱的一個插頭 插座 他需要長時間的插在一個插座上面 並且佔用一顆插頭 美觀程度也 比較沒有那麼好 那這一部分的話是屋內的方向 我們要從屋內出去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操作 第一個的話是 先摸一下外面這個按壓點 這邊有個圓圈圈有沒有 我們按下去之後 裡面 也要摸 那等於要雙擊的動作 兩個接觸點 雙擊 當我平常這樣子按 或者是我家裡有小狗啊 小貓啊 小朋友啊 去按這個 門是不會開的 我必須同時做什麼動作 我這點壓下去之後對不對 我裡面也要摸 這樣他就開了 當你電子鎖如果損壞的時候 屋內會有一個 安全旋鈕提供你緊急做開門 也就是說當你沒有電損壞的時候 你都可以利用他旋轉來做開門 好我現在試著用人臉辨識回家 我慢慢的走向門口 接觸到感應點 進行開門 如果我這一次使用完畢 我下一次要再使用人臉開門的時候 他大概會有間隔30秒到1分鐘 左右的時間 我們再做下一次的人臉開門 如果 你在門的前面頻繁的移動 他就會判斷你是障礙物 所以他不會辨識開門的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來做一個 不是從正面走過去 我們從側切的方式進來 我在他的感應點以內 做切入的動作 看看他會不會完成開門 現在來做個測試 我待會在門的前面反覆的移動 看看他對我的一個 人臉的偵測的反應是如何 又或者他會不會開門 那現在我從那個方向走過來 來 進行第一次的人臉測試 好他已經開門了 那我等待他下一次的上鎖 然後我再進行人的移動 他現在只是上鎖 燈還沒有完全熄滅 好這時候他已經完全熄滅了 這時候我來做一個移動的動作 看他會不會偵測到我 好 我大概人是往前一步 他就感應到我 這是所謂的微動偵測 這台VOC GSF的紅外線節電偵測 還有雷達的微動捕捉 他可以更清楚的判斷 是人還是物體 站在你的大門前面 那當我們進行有效率的移動的時候 會由紅外線先進行感應偵測 如果我們今天在門前靜止不動 那他已經停止感應的時候 我們只要做一些歇曲的晃動 他就能夠再次感應我們 那如果今天他這台鎖是裝在 兩扇大門的 內門的內部的部分 他照到外面那扇門的時候 他就不會無故偵測 這時候你的主機就不會無故耗電 然後平常用沒多久就要換電池 這功能就是跟一般紅外線 人臉辨識電子手的差別 在這邊 谢谢大家